但是美国一方面 对赖清德不是很放心 二方面美国自己要接近了总统大选 所以美国我个人的研判 是婉拒了赖清德 在现在要经过美国 去出访的这一个做法 外交打压 经济杯葛或者经济封锁 第三个就是军事围责 不是真正来打 就是围责下降 很多的演习 你看最近都是外交 经济现在只是教教 但是下一步可能就是经济 就是台湾跟大陆将来 是不是有可能 所有的贸易都零关税 全面开放 我觉得做这件事有个好处 是你民进党 现在对大陆所有的产品 你要不要限制 我把这个烫手山衣 我丢给你嘛 看你要不要解决 那对大陆有没有什么损伤 没有的 这个出访 你也可以说是例行的出访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 本来就会轮到什么国庆 或者是总统 或者是总理就职 等等这些的活动 但是确实很奇怪 我们看了过去的两任 从马英九到蔡英文 上任的半年左右 已经开始往外走了 但赖清德呢 就是爱台湾 爱台湾 对他就是不走 中间我个人相信 当然可能他某些 想要出访的场合 他想要所谓的假过境 真外交到美国去了 但是美国一方面 对赖清德不是很放心 二方面美国自己 要接近了总统大选 所以美国我个人研判 是婉拒了赖清德 在现在要经过美国 去出访的这一个做法 不然的话其实像 这个圣文森这一个很棒啊 从美国再转积到圣文森 因为他加勒比海的岛国嘛 很合理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说 你中华民国一定要把这些 加勒比海中美南美的邦交国稳住 因为他才是你去美国的门票 如果我们跟教廷 那我们不用经过美国啊 除非你要累积你的飞行里程 那史瓦蒂尼就以前叫史瓦季兰 也不用经过美国嘛 所以这些邦交国 其实本来就是赖清德可以利用的 他怎么会不用呢 当然就是过境美国没有谈好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或判断 那至于讲到蔡英文的出访 其实蔡英文出访也很低调 但是他在低调的时候 也很聪明的去做文章 第一个就说他帮赖清德去做外交 这个说实在 会不会跟蔡赖的心结有关 而且现在掌权的是赖清德 所以蔡英文不只是他卸任之后 几乎没有声音 而且他出访一定要跟赖清德好好谈一下 表示我是帮你出访 不是抢你的外交风采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担心赖清德 如果真的找蔡英文政治上的麻烦 所以蔡英文一直很低调 当然这个出访的过程中也看到有人说 哎呀蔡英文再来很快就要访问美国了 所以有人在猜会不会是美国的大选前 那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蔡英文访美的时机点 而是说蔡英文他这样子积极的出访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蔡英文他已经当总统 别了八年了 他真的只能去美国跟邦交国 其他地方他很难去的 不像马英九那时候当总统的时候 他可以到印度等于是过境的拜访 然后他也到了教廷 那这些都是蔡英文比较难去比较的 所以他现在当然想趁机多出去一下 但是我也必须讲说 蔡英文的出访还有一个优点 是马英九比不上的 不是他的什么对外交涉的能力 而是说因为他出访的时候 还是他自己的政党执政 所以你看到马英九卸任之后出访 只有他自己基金会的人 或是马英九办公室的人 或者是像赵春山老师等等他出访 可是蔡英文出访 你看他这是去欧洲 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国安会的也一样跟着走 然后我们的欧洲司长也跟着走 现任官员跟着现任元首就出访 因为他们同一个党的 马英九要出去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本来出境的管制 还从三年变成五年 所以在执政的优势 这是马英九前总统没有办法比的 那最后一句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布局 看起来就是美国对赖清德还是不放心 那邦交国呢是希望台湾这边有人过去 但是呢到底过去要干什么 我只知道说现在外交部希望 让邦交国可以感觉到更有尊严 而且台湾可以给他更多的援助 所以看到在巴拉圭 包括像电动公车 包括疫苗等等 我们说要援助他 然后在斯瓦地尼一些农业的这些发展 要援助他 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岛国 他其实要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农业援助的技术 而且他要的钱不多的 他要的其实除了钱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尊重 可是他可能看到了 我们的外交对于立陶宛 对于捷克砸下去 都是新台币十几亿 甚至上百亿的这种什么晶片 或者工业援助的钱 我们对于邦交国呢 几百万美元 千万美元就这样子而已 这些邦交国是在正式外交场合 帮你拼死拼活 帮你提案帮你辩护的 那立陶宛捷克 对他的政治态度对我们是还不错 可是他有没有在任何正式的国际场合 帮我们正式的提案 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出访过程中 我们我们要想到 我们对他们不是一个利用的关系 而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如果不这样讲 不给邦交国适当的尊重 只觉得说我给你援助 我给你钱就好了 这样的外交是错误的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因为我们刚提到说外交的部分 那在赖庆德上台之后呢 其实在外交的处境上 是更加的这个连番的挫败 几件事情包含 虽然蔡英文是访欧 但是呢 他被英国拒绝 那赖庆德想要派 陈建仁出访 APEC 结果呢 被拒绝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方的 这个驻蒙古的代表出的 双十九会突然被做掉 那被取消举行 两岸关系 现在有点像是 罪癌室的恶化 那赖庆德 他现在外交的处境 应该才是刚开始而已 对 现在中共 他像过去的经验来讲 他对台的这个政策 当然战略目标不会改变 那策略我们讲一手软一手硬 大家讲了很多了 那这个战术上面 他主要是 如果你 我想想 如果不动手 没有两边对决的话 那么他主要的用 还是经济嘛 外交打压 经济杯葛 或者经济封锁嘛 第三个就是军事 危则 但不是真正来打 就是危则下降 很多的演习嘛 你想想看就是这个样子 像所有的军事上面 这个层次 还到危则的层次 你看你像历劍 就是 一早上 啪啦公布了 下午啪啦结束了 没有实弹了 当然在平坛这边是有实弹的 那基本上 我不看 我不认为他是要打 我不认为如此 这么对手 好他是军事危则 那另外也就剩两个 你刚才看到 现在看到马上是外交 一个外交 你看最近都是外交 经济现在只是 叫叫 叫做EGFA 但是下一步可能就是经济 我认为会不会有经济 那像外交 他是这样 三者不说 我等你做完以后再等那个 他不是 他同时必行 那你现在看来就是 将来我看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军事危则 他还是继续 但他的强度 还不一样 A啊 B啊 或者平潭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他强度会不一样 对 但是他会不断的频繁 不断的频繁 就不断的持续 那现在还没看到经济 还没看到 还没看到经济 还没看到 目前你看了好像是 前几天讲 我要准备 要准备 国内办也说 好了我们尊重 对 看来研究这个结果 是 一定会用的 经济一定会用的 对 那现在看来就是 外交嘛 嗯 就是外交 外交是有联合游戏啊 有你没有 没有我 有你 对 过去还有 卡给台了 对 过去透过这个 两个人对话 这个我过去 我有这个经验啊 嗯 对方不要 要挖我帮邀国 我没有管道去啊 嗯 我当然就去啊 我也代表一个中国 你也代表一个中国 譬如巴拉嘛 我代表一个中国啊 啊 我很多国家代表中国啊 只有你能够代表吗 你让我代表几个月又 又又又又怎样啊 对啊 搞得牙口无言啊 对 这马正午时代 我们只调个甘比亚 嗯 那甘比亚呢 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连大陆都不想要啊 嗯 所以那个不算了 我们一个都没掉 在马正午 一个都没掉 什么道理呢 嗯 什么道理呢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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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讲 马英勇当时 心中卖台 哦 我维持好的邦交 就是卖台吗 嗯 那你现在丢了几个 就是爱台吗 是不是 那当时 我们要比较一下吧 当时这个 有没有中线呢 有没有越中线 我发生了这个事啊 但也经过谈以后啊 对不对 而且吸车了六海里 把空间更给我们了 以后没有中线了 再掉了 嗯 第三个 我们WHA WHA 没有2758 我们就继续参加 是不是这个样子 啊 你现在 我刚才在讲嘛 你现在有2758 你要不要参加 你要 嗯 嗯 我们跟 没有 我们都可以参加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 现在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啦 嗯 很多人都不能避免 我就不相信你不能避免 是不是 你去做现场 你做做看 能不能避免 我跟你保证两岸关系就会好 嗯 啊你他也不见得会 他也不会卖台 嗯 他有什么好卖呢 嗯 对不对 对 他也会 关系一定会搞好嘛 嗯 搞好以后再说 嗯 大家你说大陆上 我很多人讲 大陆上准备要打仗 嗯 我老实跟你讲啊 我到大陆很多地方上讲 我感受不到那些地方的 单位所以说 我现在马上要干你啊 嗯 我要打你 我不打你 我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人家不是这样子 嗯 他那想到地方 把地方搞好 嗯 我把我县市搞好 把我这个省搞好 把广州 他都想把自己事情搞好 甚至连外交他们都不谈的 嗯 各个地方都各搞各的 我们要建设 平平要比 经济问题要要要要要 要面临失业啊 嗯 这个少子化啦 老年化一样啊 跟我们一样面临的问题 人家把这个当优先问题 是 你讲到两岸的话 我从来没有听说说 哎 我们现在问题解决不了 小心点我要来打你 嗯 你只看到那个演习啊 晃来晃去啊 搞来搞去 对不对 你看看人家各个地方嘛 那我们这也不是 我们要各个地方 要全体动员啊 嗯 中庙也要玩弄武器啦 嗯 我们全体动员了 高中生也要出来了 大陆大陆很多人问我 你们你们在搞什么 好像真的要打仗了 你各个动员啊 对不对高中生也要出来了 对对 而且黑熊部都要出来 地方武装要起来了 你看到广东省有起地方武装吗 嗯 你看到现在沿件 福建沿海 我前几天才到 到马祖 我到马祖 我觉得 风景很好啊 我到对岸去 到福州去看看 我也看不出来说 说他们要全体动员 要挖防空洞 因为他们的飞机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马上要打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要准备 我们也看到那种感觉 你有那种感觉吗 完全没有 对 这没有嘛 我们这边真的有 真的有 感觉真的有 腐杀之气 好像也只有台湾本岛 因为我前几天也去了金门 我都发出去刚回来 小金门 就发现一切都非常的和平的感觉 从列宇 可以从这个望远金 也看到对岸厦门 非常的清楚 就一片都很和详 甚至在金门也看到 很多的大陆来的游客 所以大家一切都非常的和平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就是赖清德政府 他现在一直在备战 那刚刚赵老师有提到说 很多的手段 很多的工具 中国大陆包含了国防 包含了外交 还有接下来 可能要用经济的部分 周老师怎么看 大陆对台湾经济 我觉得不会去施压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采取 打开的方式 是打开的方式 我认为会打开的方式 为什么 我觉得关系到 他自己本身在国际上 他需要做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中国大陆现在 跟印度的边境的 边界的边境的问题 争议很久了 对 现在跟习近平跟穆迪 已经讲好了 对 会来解决 对 他解决很有趣 他不是只有外交去解决 他还有军事一起参与解决 这个很有意思 那你再去看 跟越南的关系 我讲大陆 跟越南的关系 也改善 跟所有的东南亚的国家 都在改善 对 然后他跟 他跟这个俄国的关系 也在改善 边境的问题也解决 为什么 很简单 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 对 我可以用和平 彼此都有好处的方式去进行 我为什么要去造成争议 彼此在那边 争议上面付出代价 如果他把这些边界的问题都解决 那给台湾看到的是什么 你是我自己人 我可以让利更多 其实谈到两岸贸易的问题 就前一阵子不是那些清单 取消了一些 变成增加了一些税收 那大陆现在在全世界 跟美国跟欧洲跟加拿大 甚至有贸易战争发生 贸易战争发生之后 大陆很简单 我取消 我对你的特别的产品的采购 美国那个农民损失很大 加拿大农民损失也很大 现在欧洲的这些农民损失也很大 所有的产品损失很大 汽车出口也损失很大 都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 回过头来发觉到 这样的贸易战是不好的 所以加拿大现在对中国大陆 电动汽车的加税要取消 德国法国也要取消 那证明一件什么事 我大陆的市场足够大 我经济的发展 我贸易的能力我足够强 所以你们愿意跟我谈 那对台湾 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呢 就是台湾跟大陆将来 是不是有可能 所有的贸易都零关税 全面开放 我觉得做这件事有个好处 是你民进党 现在对大陆所有的产品 你要不要限制 我把这个烫手三鱼我丢给你嘛 看你要不要解决 那对大陆有没有什么损伤 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它过去可以让你有贸易 一千五百亿的顺差 它到两千亿的顺差 它都认为是自己人 它没有问题 但它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就大家都要讲的 民进党一直在用言语 在用一些宣传 来制造台湾人 对大陆人的仇恨跟恐惧 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 我刚刚讲的 不但电力资源 所有都可以给你提供台湾 还有一个 台湾土地缺乏 资源缺乏 我大陆土地 通通开放出来给你 我大陆的市场 通通开放给你 我大陆你需要的天然瓦斯 需要煤炭 汽油石油 我全部可以 最便宜的价格给你 我通通不用征税 那我问你 民进党怎么接招 对 赵老师刚刚讲的一些想法 其实触发了很多人的灵感 但是实际上来讲 你认为对外没有想吗 对外都在想 你以为他要战争吗 他不要战争的 自己人要打自己人干什么 现在我跟你讲 尤其军人知道战争可怕 军人不打仗 很多大战都是文人搞出来 一将功臣望谷哭 是不是 都是我们的余大雷 你看军人 对不对 文人不怕打仗 因为打仗他不晓得 那个恐怖 军人知道恐怖 是不是 对所以最重要还是这个赖清德 他的决定 如果说他还是要坚持走向台独的那条路去的话 那两岸的和平看起来真的是 还是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 我还最后要再加一句 不要认为只有我们这边会有想法 会有计划 大陆在国际上的事务处理 两岸事务处理 他也太有经验了 对 他又帝大物博 现在国富名强的 两岸的问题 他有他的想法的 所以你民进党看你要怎么接招 对 就看你的智慧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他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材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 国富录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